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多給我一點鼓勵 訂閱我的頻道 給點讚這段影片 還有劉國賢幫助我推一下感覺數 買個回魂夜的咖啡 先看看 這個酒店只有一間電梯 早安 各位 現在是九點門 地點是新宿 是羅臣炸雞 還有烤雞泉 我今天第一個目標就是前面這間店 但好像還未開門 看看還有沒有其他店鋪可以買 其實在東京每走幾步都會買到咖啡 只不過現在是選擇有否有趣的地方 現在在新宿街上是有兩類型人 一類型就是剛起床 準備去做事或者今天是放假 另一類型就是很明顯看到 其實它是昨晚玩通地剛剛才有貨 很厲害 我們展開這一天的行程 今天的第一站會是清淨達河的地方 清淨達河 我應該就是要搭刀營大幫護士 我要由E02這裡去E14 幸好這個世界有Google Map 是 好 好 有 好了 下台 几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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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 出汗 洗澡 好 喝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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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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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靜百河這個地方是我的第一次來的 據說這裡以前是有很多倉庫和工廠 由於現在的工廠已經沒有了 那些倉庫就改建成一些年輕人會去的地方 這裡有一個叫清靜庭院的地方 好像是要個150日圓入場費的 還可以的 我們進去看看 謝謝 是說日文的 順路 這邊就不順路 接著兩個年輕人進來 以為這裡是年輕人去的地方 糟糕了 我的行程已經進化到 公公婆婆會去的地方 根據漢字這個地方是可以租出去的 如果你有錢的話 但是我內心是真的喜歡在這些這麼漂亮的公園 這裡連鴨都很難 不動 我發現日本人好像對男生用尿兜去廁所這件事 都保持著一個挺開放的態度 我看到前面這個建築物 有些桌子在裡面 也有人在清潔 可能是可以在裡面喝茶也沒問題 去看看吧 好了 我們離開這裡了 這邊又有個公園 但是這邊是不用錢的 這裡叫做清淨百貨 這裡應該是有一條河 因為前面有一條河 不知道是不是 是秋天的顏色 這些應該是銀杏樹 是不是 現在去這裡比較中心的地帶 就是Blue Bottle 根據Google Map我已經在Blue Bottle那裡 但是我發現這條街竟然是沒有什麼人 我以為會是多人的 啊 看到了 是多人的 我本身對這間咖啡店沒有一個情意 來到日本這裡我想試試其他小店 所以我們skip了Blue Bottle 我們的目標是前面這間咖啡店 我們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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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網上資料 Arise這裡是清淨百河區 頭一批來這裡 開咖啡店賣精品咖啡的先鋒 你們看看老闆沖咖啡 是不需要那些涼杯 不需要清淨 不需要很多很便宜的工具 就這樣憑經驗就搞定了 我們在那裡 我看到自己的家 哈哈 這是在摩克 我住在這裡 我住在摩克 真的嗎 這裡有一個咖啡店嗎 老闆說他也很喜歡喝咖啡的咖啡 謝謝 這杯Handry 非常好喝 我最後在這裡買了三袋咖啡 有600g 價錢是6300日圓 剛才Arise那裡的咖啡是真的不錯的 而且我覺得很值得喝 500日圓有一杯這麼漂亮的咖啡 而且老闆應該已經是神級了 所以他總之不斷衝一下 就已經是那個好味道 現在是1點半 但是我還沒吃東西 我想我都是在Wattbook 最終都是要去Blue Bottle那裡吃 其實我都喜歡Blue Bottle 但是為什麼我不在這裡吃東西和喝東西呢 就是我估計他們已經可以 好好地控制全世界分店 所有食物和飲品的味道 所以我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只要看到Blue Bottle 我應該都會吃到差不多質素的食物和飲品 這麼難得來到東京我想吃一些地道一點的食物 這一區和我想像相有點不同 我初初以為會是一個很商業化的地方 集中有很多咖啡店 還有很多東西買 誰知道又不是 附近是民居多的 還有這些小店都不是集中得很重要的 喝了杯咖啡之後 我現在又覺得沒有什麼地方想走 我現在想找一點點食物 但是這裡除了有一間天婦羅的店之外 暫時見不到有其他食物 所以我現在要走到車站附近 走進來之後好像又見了少許曉光 這裡好像多點食物 剛才走的清淨庭園就是在前面 我們看看在這裡有什麼食物 應該就是吃這個便當 但是他們應該要下場 因為剛才有兩個日本人進去 說了幾句日文之後 然後他們就很失望地走出來 這一區還有一間賣沙波硬餐 買茶和賣朱古力 很出名的店 但是我都沒有去 我現在想去攝谷 我搭這個 是正確的應該 我們現在的目標是要去Shihuahua 應該是搭1號 看來都是Shihuahua 忘記了日本是調轉的 我們要去A8 Shihuahua這邊的地鐵是適合好 大家都是靠左行 整天很想走到右邊 好久沒來過了 就是這裡了 每次來都要拍一拍 昨天說過我就這樣站在新宿光武忌丁附近 作為遊客的我 已經會不知為何過得很開心 在攝谷Shihuahua 都有差不多的效果 不過有老實說 這條馬路根本一點都不好過 又多人 那些人又會在四方八面湧過來 比一些過馬路的時間又不夠長 但是就不知為何會覺得很過癮 我在這裡玩過馬路玩了十幾分鐘 其實我現在覺得超餓 今天到現在什麼都沒吃過 現在大概是3點 待會4點我就要去Shihuahua 就像Sky般的 嗯 隨便吃點東西 我看到有一個Sauber 是有秋天很適合吃的蟲肉 那我不知道好不好吃 在這裡 不如試一下吧 就大概6、7、8日圓 這個吃不到了 這個有飯有麵太多了 咦?又炸豬扒 但是我吃不到飯 好吧 就這樣吃個蟲蓉那個 謝謝 怎麼下架的呢? 沒有的 就是看看其他日本人是怎樣下單 我見他們在這裡倒水 我就在這裡倒水 我坐在一個比較近溫口的位置 因為那些 温氣太厲害了 在裡面很熱 現在外面的氣溫大概是15度左右 但我就經常常在街上聽到一些日本人說 Sauber Sauber 這裡不是會下雪 應該是日本人沒有我那麽怕冬之間 這碗是一碗很正常的蕎麥湯麵 有幾片這些蟲肉 這些蟲肉是燒的 都蠻好吃的 它沒有下鹽的 純粹是那個菇味 那這碗的價錢是1100日圓 應該是差不多是這裡最貴的一個食物 那些日本的男人吃這個Sauber 都蠻好吃的 那些冷麵的那些 我見他們在這樣吃 拿到最高 跟著才能吃到醬 還有吃的湯 這些真的有幾位都是吃到雪雪腥的 就是入湯的時候 雪雪腥 吃包包之後現在出發去Shibuya Sky 我一說廣東話 在我身邊的日本人都會 現在日本應該去取消了 就是強制在這條街上一定要戴口罩 現在我眼見大部分人都是有戴的 我覺得這樣也不錯 可以多一個選擇 就是現在我吸氣的時候 我就可以選擇 這樣透淡氣 這就叫做Tokyo Plaza Dims Japan 大糟了 如果我走進去的話 是一定會不見錢的 我們進去吧 我的目的地是Shibuya Sky 就是在這個Shibuya Square Moo Square裡面 我們應該是要去45樓的 這裡就是上去Shibuya Sky的電梯 這個是小朋友BB車專用的電梯 我們普通人就是這條隊 剛才的電梯是完全沒有聲音的 如果你是肚子餓的話 如果你的電梯很累一聲的話 全部人都會看著你 所以我可以讓你嘗試大壓力 其實剛才樓下都已經不是很多人 但我等了那個電梯 等了三四個小時 來Shibuya Sky是一定要買定票的 現在的時間是四點鐘 如果你現在來買票的話 要排到六點半才可以入場 哇 好 這次去Shibuya Sky 我是在KK Day那裡訂定的 我會放一條連結在資訊欄那裡 謝謝 你好 很神秘 這裡 現在我在14樓 景色已經很壯觀了 待會上到四十多樓應該會更誇張 抱歉 謝謝 好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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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終於來了 啊 原來要上去是不能戴背包的 所以如果你們戴相機來的話 就確定要由相機戴 那電話應該是可以的 我現在要在Lockout Room放下背包 糟糕 待會再拍 富士山就是在夕陽這個位置附近 但是今天他躲起來了 我決定放棄 太多人了 那裡有個拍照的 booth 但是要在那裡拍照 是有些規矩的 那裡有一個大會的攝影師 你必須要讓那個大會的攝影師 先幫你拍照 然後你才可以自己拍的 還有就算你有兩個人來 都不可以叫你的朋友 拿著你的相機 或者你的電話幫你拍的 你一定是可以自己拿著自己的相機 或者電話去自拍的 那都幾多人排 而且都... 那都幾多人排 而且都要等多久 所以我就不排了 其實這邊都有一個拍照位 那這邊就沒有那些規矩 你想怎樣拍都可以 謝謝 謝謝 除了在兩個角落頭那裡拍照 這裡還有一個類似直升機坪的地方 那你見日本人都是很casual的 躺在那裡 另一個可以去躺的地方 就是一個酒吧仔 叫做The Roof Shibuya Sky Shibu Nam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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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幾款不同的套餐 如果你好像我這樣 就這樣買一支飲品 就可以站在這個位置 慢慢看景 慢慢喝東西 那如果你是消費再多一點的話 就可以坐在這一邊 裡面就是坐的地方 其實都挺便宜的 用1000日圓就可以買這支啤酒 站在Shibuya最高的地方 在那裡喝著啤酒提勁 哇 怎麼這麼難開的 我想我離開這裡了 當時我以為我已經走了整個Shibuya Sky 但原來不是 還有一個室內的地帶 然後就是回到Locker 拿回一個背包 3、2、8 離開的時候會經過一個叫Sky Gallery的地方 一樣都是360度看景的地方 但是它是室內的 就是不怕風吹雨打 和上面那裡不同 這裡是寧靜很多的 又是會令你忍不住拿個電話出來 你不停地拍大 又不知道自己在拍什麼那種呢 這裡也不是那麼輕易放過來 這裡有間店鋪 是賣和攝谷有關的紀念品 所有東西都很漂亮 怎麼搞 看這裡有趣 好可愛 好可愛 舊是什麼呢 實在是太有趣了 好想買它回家 算了吧 買了回家最終都是 不知道會去哪裡 到了這個時間 排隊上Sky Gallery的人潮 仍然是存在的 所以大家去之前 記得要買好票 它很有趣 我這裡做了這百次事 就是我的iPhone是完全0%電 為什麼會弄成這樣呢 其實我是有帶一個尿袋出來的 我也有帶一條線出來的 但原來我帶了一條USB-C 去USB-C的線 所以我要找便利店買一條有燈力的線 我另一個感受就是 好像時間過得很快 因為現在在東京 四點多就會天黑 其實現在只不過是五點九 但天氣已經全是八、九點 所以人好像有點焦慮 好像不夠時間用 還有什麼覺得呢? 大概七十元開玩笑 太好了 頂不住要坐在這裡看看 第一條 當天在攝谷我還有一個地方想去 就是宮廈公園 Miyashita Park 在公園附近有兩條橫丁 現在畫面左手邊舊一點 叫做攝谷飲兵衛橫丁 但我去的時候 大部分店舖都是沒有開的 而宮廈公園右手邊 即現在畫面這個地方 就是一條新一點的橫丁 叫做攝谷橫丁 網上資料說是24小時營業的 很開心啊 如果是一大群朋友來 一定是更開心的 到了這個時候 又會覺得 如果有一群朋友在一起 就好了 知不知道有沒有 會一條人走到這些地方吃東西 這裏叫攝谷俱立公廈公園 剛才Shibuya Sky那邊看下來 就是很漂亮的 這裏有叮噹 這裏的頂層就是一個很漂亮的公園 樓下兩層就是商場 有一間Starbucks 和有一兩檔車仔檔 對 對 這裏就是這樣 這裏是一個讓大家來 休息一下 沒什麼特別的東西 一定要來看一看 這裏是一個 比我想像中要正常的公園 最高那層是公園 下面那幾層是商場 來到這個時候 我對腳真的抵不住 所以現在先回伸足 接著來的遭遇就長話短說了 回到新宿之後 我是想吃六哥仙燒肉的 由於只有我一個人 我又沒有訂餐 所以新宿的兩間六哥仙 都是拒絕了我盡場的 但我回到去做直播的時候 有網友跟我說 他們剛剛都是沒有訂餐 他們去了六哥仙燒肉 但是他們是有兩個人的 我猜可能就是只有我一個人 所以就不讓我進去 他真的要吃雞丸水產 我這間重田農場來的 但是 裡面沒什麼人 我決定吃這一檔吉列 我之前上網都看過那些review 說它是好吃的 剛好我經過就吃這裡了 好 不過都可能是整定的 可能當時的天不想我花幾百港幣 想我在這裡便便吃過吉列牛 我點了牛仔餐 那些餐是有兩個尺寸的 就是普通Single和汁 我今天真的沒吃過肉 所以就要點個汁了 那些餐是很香的 不可能是滿臭 就是就不太多 我自己不喜歡 不是否認識 我會拿走 好脆 很脆 雪糟 很脆 快要吃 好肉 太多了 酸醂 很脆 2 10年 鸡蛋 其實很好吃 但由於當時後面有幾位年輕人經過 他們是看著我用電話自拍 所以我就不太好意思給反應 超級好吃 不知道在看影片的你有沒有試過在日本吃芝蓮牛扒 如果你還沒試過 下次去日本一定要試一試 因為你就這樣跟別人說芝蓮牛扒很好吃 如果沒吃過的朋友可能會跟你說 你這樣拿點食材去浪費 一定不好吃 拿牛扒去炸怎麼會好吃 一定很硬 但不是 去到日本試一試 你就會明白那種芝蓮 說不出的 對 總之很好吃 是屬於瘋子級好吃 不知道為什麼這樣 想想我吃 印象中的生菜和白飯都可以喝 我看日本年輕男生是吃三碗飯 這個設計的價錢是1738日圓 換港幣大約是100元 你那是香港 香港 好 很高興認識你 謝謝你 謝謝 謝謝你 吃飽了 其實現在是大概九點半左右 但是我決定回酒店了 因為腳很累 二來就是明天早上要搭我西日國樓 玩一個一日遊 所以都不可以太夜睡 但是與此同時我都沒有力 玩得太夜 小腿後面那個位置 抽住抽住 隨時就抽筋了 光沒幾滴 下次我很想住一下 哥斯拉酒店 我發現每晚這裡 都有大量的年輕人在這裡聚集 今天我們就聊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繼續給多點鼓勵我 訂閱我的頻道 給個Like的影片 留言幫忙推推的view數 最好順手follow我的IG 我們下次見 Thank you